好,来看双方的赛点局,目前是火箭的上手机会,翻带没有翻进 看一下黑球左上方的第二颗,左边中带有薄球 好球,薄球直接薄劲,地理会顺利上手,黑球一个稍微向上的角度 嗯,登起来,然后接一颗左边中带没问题 打进这颗篮球了,篮球向上的角度,得发力绕谈 这根看一下,右下方地带刚好是有下球一个向上的角度,薄球 薄球打进,再调一颗篮球,篮球还是K不了球队啊 这个时候往右下方去蹬,要黑球正上方,黑球上方偏左位置这一颗 打进,还是接黑球 中高竿推一裤起来,到右边的中弹 好,中带打进 这样,黑球还是一个环角度,这一颗可以考虑榨球的 不,我认为不认为有下方的角度,他会有需要动作 看一下球队,看看效果 好球,效果不错,右下方底带有下球,球队也是稍微带开了 这根K球也是为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上去还有单下啊 粉球下方第二颗,还是可以吃右下底的 蹬起来 没问题 这球这个得向下吃库 弹起来 弹一顾起来 能走到一个中带的位置最好 如果要中带的话 得顶一下那颗红球 没顶到 中带也够用了 角度走得很显 再多走一点就是后手动 刚好不影响干法 打进篮球 篮球要左下底 还得调啊 现在就是 较为较的并不顺 看一下 还是右下底的中长台 相邻的两颗红球 左上方 漂亮 算数分数也快超分了 领先51 台面还剩五颗红球 六十七 还得再打一套 篮球先要顶带 一顾下篮 叫左下方底带的红球 打进这一颗 接粉球 粉球打进就超分了 拿到冠军了 丁俊辉的个人手冠 是18岁的时候 拿到英锦赛冠冠军 所以战成明白 英锦赛 他的冠军含量是 非常高的 这是19岁的时候 拿到冠冠军以后 一发不可收拾 好 冠军这是彻底锁定了 粉球打进 最左上方的这一颗 直接登下来 接咖啡球 接篮球更没问题 篮球角度非常好 他还是选择了咖啡 这样的话 比赛结束 双方握手 丁俊辉拿到了 北二蓝公开赛的冠军 9比6战胜了奥沙利文 这是丁妈妈 也是一路陪丁俊辉过来 非常的不容易 这个时候丁妈妈 绝对是为丁俊辉感到骄傲的 我们也是恭喜丁俊辉 现场的中国球迷也是高举中国国旗为丁俊辉庆祝加油 好 I feel there is still a lot more to come Just a reminder of the score line here The Northern Ireland